下一位發言的是獅子山學會的助理研究員 馮瑞 閒小靜 多謝主席 主席 首先我們獅子山學會想強調的是 今年十月的醫療美容事故 裏面的四支針都是由醫生親手打下去的 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的 我們除了可以相信醫生對我們身體的判斷之外 究竟還可以相信誰呢 射入了醫生的權利 我們究竟還可以找誰來負責來醫我們呢 所以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信任是不可以被破壞的 梁家樓醫生 如果有人干涉你和病人的關係 令到病人質疑你的醫術 你會怎樣呢 而就是因為病人對醫生有這麼深的信任 所以每一位醫生都要為他任何的醫學療程和決定負責任 支針其實是在家裡打還是在美容院打 始終都是由醫生一手操作的 所以究竟要怎樣打支針 在哪裡打支針 和打了支針的所有後果都應該是醫生的責任 而一個美容療程的必要性 也都應該是醫生和病人商量好 之後共同承擔風險 醫生是絕對不能為他的行為和他的判斷把責任推卸給美容院的 所以獅子山學會建議政府給醫生自己監督同行醫生的操守 而最後我們獅子山學會想讀一讀所有醫生的入職宣誓 提醒大家醫生的責任 在我成為醫學專業的其中一件事 我鄭重地承諾 我要奉獻一生為人類服務 我要以敬意及感恩回報思長 我要憑良心和尊嚴行醫 我會將病人的健康視為首要考慮 我要盡我所能 維護醫生專業的榮譽和高尚傳統 我要對人類的生命給予最大的尊重 即使受到威脅 我都不會利用醫學知識 做違反人權及公民自由的事 我僅以自己的名譽 鄭重地和自願地作出上述承諾 獅子山學會希望所有醫生都可以記住 和遵守自己對我們病人的諾言 不要親手破壞師生和病人之間的神聖關係 多謝主席 謝謝 謝謝 下一位發言的香港科研